YA 喔 都有啦 辛苦 辛苦了 所以這個跳這個不簡單對不對 其實這個真的很辛苦 人家真的 馬串 腳也很重 對啊 還熱 還重 這就輕輕大 很辛苦 會不會很辛苦 一點 你是不是覺得他稍微硬打的方面 沒有 我有看到他的耳朵 我這邊看得很清楚 他耳朵有戴那個 是不是助聽器是不是 對 其實我們說這個最初就是說 它是本身鞋子 耳朵就聽不懂 聽不懂就跳電影三代 你想 這裡聽音樂 他是真的剛剛是在裡面 跳得很自然的 對啊 聽髒 你不要說那個聽音樂 如果說一不小心 要看旁邊還看不到 因為直接懂啊 對 對啊 全部都靠自己 但我現在問他 他還是聽得到 但只是沒有那麼清楚 沒有那麼清楚 對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就是 要聽得到音樂 然後又可以對得到腳步 他說 他說你怎樣聽到音樂 為什麼可以一樣跳得那麼好 來 為什麼可以一樣跳得那麼好 沒辦法 其實你會看我們這樣說 你會看我們這樣說 就是好像不敢講的感覺 他畢竟來說 也會害羞還是怎麼樣的感覺 因為他就覺得他好像有比較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你有感覺他滴下去之後 怎麼又變成一個人 剛才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 在旁邊看表演 他跳起來的那個活潑度 那個自信度 跟現在都不一樣 對啊 拖起來就變得很害羞 很瞑戀 其實我覺得 這個太子爺 我這樣感覺 我個人感覺 其實他今天是一個很好的 為什麼 他好像就是給我們大家 有一個舞台跟一個自信心 你看他們滴下去之後 他們滴下去 你看他們在講話 他們在裡面這樣跳 我這樣跳得那麼多 所以我們可以免疫 說滴這個棟子下去 滴這個生態子下去 好像增加了一個人的那個 自信心 他覺得哪有那個感覺 其實我感覺是滴下去的時候 不是自己 就是代表是太子爺 剛才表演的那個氣勢 其實就是太子爺給我們的 對 可以這樣說嗎 也可以這樣說 但看過新聞在講 有的爸爸媽媽 老實說 如果是去當中 天生有特別殘疾的孩子 那都貴氣讓孩子住在家 放棄很多 到外面的團體接觸的機會 不過還好 我們勇志 有接觸到電音三太祖這個頂頭 不但考驗力的練習 為自己換來的中心 甚至讓台灣的文化 在國際中間發光發熱 電視機頭前的你 是不是在想說 就是比賽而已 比完也沒辦法 對 老實說如果是這樣想 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我們三太祖的魅力 那是和馬來西亞的朋友 也為之瘋狂的喔 第一次看到電音三太祖 是在2006年 由台灣爐洲護犬公 帶領別海東母公理事 接觸電音三太祖文化 當時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表演 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將原本嚴肅的廟會活動 變成更活潑 有趣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觸這樣的廟會表演 長得很可愛電音三太祖 很像卡通人物 由平時大家印象中嚴肅的神明 有所不空 太子爺的形象本來就比較活潑 因為他是小孩子的身份 在加入創新和流行元素後 讓神明廟與文化 能夠拉近三星之間的距離 隨著別海東母公 前往台灣與神廟交流後 經過理事會 深思熟慮後 開始籌備 兩年後 八海東母公電音三太祖團 在日空一二年七鬼正式成立 並從台灣《條路》時 奧賓、金賓、馬謝雲和同執政 每逢清集四 是本團團員練習舞蹈的時間 在舞蹈教練的指導下 學習了許多歌曲的舞步 同時也拉近了許多想要參與 妙物的年輕人的加入 我們也非常喜歡這個來自台灣的 客屬電音三太祖文化 公司也要感激當年 積極鼓勵本宮引入電音三太祖的 台灣神廟組織 讓本宮有幸從台灣民宿 義政引入大馬 成功吸引了不少年輕人 加入神廟組織 更進一步認識宗教文化即將 電音三太祖的歡樂文化 傳給更多人 任何一個國家 在國際間希望獲得尊重 文化的獨特性 絕對是其成功的元素之一 看到家鄉的文化 在馬來西亞也如此受人重視 心中的那份感動和榮耀 絕對是身為台灣人的你我 都能夠心有氣氣焉啊 不過我們三太子的文化 能夠養民國內外 楓凱導演在2012年拍攝的電影 更是讓三太子文化的旋風 徹底席捲全台灣啊 不知道馮凱導演當初 為什麼會選定用太子爺 來作為電影的題材呢 三太子在台灣一般人的印象當中 親民 和愛 可親 然後... 古水啊 水還是古水啦 可是就是一個形象 它其實是非常貼近人心的 對啊 它沒有那種 它比較不像一般神明 跟人民是有距離的 它是很接近老闆性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會想說這樣拍 就覺得說 這個想法還不錯 太子爺因為他的簽名 因為他的可愛 所以他不需要用太多的語言 用太多艱深的道理去介紹他 可是他只要站在那邊 然後跳跳舞 然後把一些動作 其實就能夠讓人家 體會到這個 很台灣特殊的一個符號的精神 當初我們拍針頭的時候 特別做的這一尊 全身LED的這個太子爺 其實放在這邊 在我的心裡面上就好像 在我心裡上就太子爺 正在我的公司裡面 然後他... 這是一種很奇妙 就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啦 就是其實我走在哪裡 到哪裡公廟 對太子爺放在我們的心裡 然後... 就會讓我起一個安定的作用 用太子爺作為重要元素之一的 電影陣頭 確實扭轉了許多 原本看清台灣傳統民俗的人 對於自己國家文化的觀感 而馮海導演還提到 其實在拍攝過程中 如果有遇到困難 新營太子宮也是他時常去尋求 心靈慰藉的地方喔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嗎 好嗎 好啊 你好 等一下... 你好 你現在在做什麼 說要換奶嘴 換奶嘴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特別來換奶嘴 因為我曉得那個奶嘴是安撫小朋友 覺得說來這裡換奶嘴回去 小朋友吃這個奶嘴 還有安撫的作用 小朋友會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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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我們在家裡聊天的時候 常常看到那些 換火啊 對不對 還有換香的 有 在太子宮家旭可以來換奶嘴 換奶嘴 其實就代表說這一次 我們太子宮家旭過 對嗎 對啊 所以我們有很多奶嘴 你好 爸爸所以你是全天帶小朋友 這樣來換奶嘴 對啊 對啊 你自己小朋友有換奶嘴嗎 有啊 有啊 這樣大哥 你從小朋友 在那時候想到太子宮的保備 到現在角色兌換了 你現在也希望說 太子宮保備你的姻對不對 對啊 是啊 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一個朋友 要跟太子宮說什麼 感謝太子宮保備 小朋友可以來賓 平安 健康 對 順順的這樣 是 所以是這些人 我們會換嗎 對 這些人 都會換奶嘴 換玩具 都有 好棒 好棒 好棒喔 好棒喔 這根本是小孩的天啊 我也在客客看一看 可以嗎 可以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台 好棒 現在目前比較夯的 空排機 我小時候看到這個 我會興奮得睡不著耶 是喔 還可以抱著睡覺 對啊 一定要抱著睡的 對啦 不要亂換 這汽車是小男生最愛 對 汽車是我們這邊 那個就是交換率最高的玩具 熱銷款 熱銷款 真的 難怪 我們那個人 為什麼那麼喜歡泰豬牙 應該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是他們的玩伴 對啊 這個就是說很多人 他就會拿玩具過來 跟泰姊交換個玩具 那像是這裡有這麼多玩具在這邊 到時候是怎麼樣 給小朋友這樣子來分配 我們每年在他農曆九月初九之前 天晚上 就是九月初八晚上 我們大家就是來這邊 跟太子爺祝收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一年所收到的玩具 沒有換出去的 我們就會當場分送給小朋友 這樣說起來 三太子真的是 我們那個小朋友之神 對啊 他的小朋友是最好的朋友 是說 我們三太子 太子爺是只有在照顧小朋友 你要說 大太子爺地 二太子爺地 三太子爺地 他的範圍就很廣了 是 只要我們碰到困難 他就急功好義 然後做聖風就出去了 對… 聖風也是他 鴦鴦仙也是他 其實你說那個 二太子 那不是我現在所看到的那頓嗎 對 我那二太子就是這頓 這頓很特殊 就是大概百多年前 分爭小禮的 請去台北 然後移居到美國 所以沒辦法帶過那裡給人 所以當這頓 二太子說 送回來我們廟裡 要讓我們檢查的時候說 剛才有句話 到我們剛才說 二太子要廟裡 所以說 二太子的金身後面 真的有讓人搖起來 搖起來 做有應嗎 做有應 早上的時候 醫學比較不發達的時候 這頓上百年了 這一頓應該有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歷史 對 最少 那等一下 怎麼這樣說起來 廟齒舊也百多年了 你說泰豬堂的歷史 差不多要四百年的歷史 四百年喔 四百年喔 對 在那個明末清初的時候 我們的選中 對大陸全政府那裡 就用泰豬亞請來我們台灣 我相信你沿路來看 你有看到什麼 很多的 泰豬堂牙醫 泰豬堂這麼早 還有什麼 但我還賣粥的耶 對啊 泰豬堂魚妹的 這不是你們的副業 很希望 很希望的意思是 這都是地名而已 對…這都是地名 在那個明末清初的時候 對大陸全政府那裡 就由泰豬亞請來我們台灣 所以這個政策也叫做泰豬堂 所以我們都住在泰豬堂 是 這是我們全國唯一的一個地方 是 直接依廟名來做的地名 為在台南新爺太豬堂地区的 新爺太豬堂 在後 是台灣太豬亞信用的重要廟屋之外 也是當地基民的信用中心 所以在廟裡每一日都會看到 我們的爸爸媽媽 帶小孩來求平安 保養期